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凯特的父母曾就职航空公司 后来通过经营派对商品成为有钱人 右线的话说算是英国的爆发户 虽然凯特不是上流社会出身 但这不影响凯特的父母把他往上流淑女的方向去养 在凯特教育方面 家里投入了大量的金钱和精力 凯特从小就读每年学费三万英镑的昂贵私立学校 接受标准的贵族式教育 这为他后来实现阶层跨越提供了条件 凯特从小被教导谈吐举止优雅 而他本人也十分争气 从小就展现了优秀的天赋和毅力 无论学习成绩还是音乐体育等方面 都在同学中出类拔萃 是标准的别人家的孩子 凯特勤奋刻苦的动力之一 就是嫁给王子 据爆料 凯特15岁便有这样的远大志向 他曾工人向好友表示 我以后是要做王妃的 早熟的凯特野心很大 2000年为了与王子邂逅 成绩优异的凯特放弃名校爱丁堡大学 休学一年申请了和威廉王子相同的 圣安德鲁斯大学 还是同一专业 两人成为同学后有充裕的时间接触 在大学时光里 凯特对王子采取了一系列的吸引策略 包括主动示好 帮王子选课 排课表 排优简单 陪王子跳舞 再踢台展现个人魅力 一点点吸引了王子的目光 大学期间 来人家乡村正式同居 还被拍到一起去滑雪 凯特这个有着一头黑色长发的漂亮姑娘 逐渐进入英国公众的视野 并成为英国媒体追逐报道的对象 然而被王子青睐 爱慕几乎是所有姑娘的梦想 而且王子也非普通人 他的地位 财富和声明 他不同反响的生活经历 注定让他在择偶方面 有更多的选择和考量 凯特和威廉虽然是校园恋情 但由于身份地位的差异 俩人在恋爱中的关系也不对等 正值青年的威廉 对待凯特有时不免粗鲁 甚至还在公开场合冷落他 这些凯特都一一隐忍下来 但威廉并没有被凯特抓牢 在被公众窒息恋情之后 他曾对凯特表示 希望拥有多一点私人空间 凯特当然明白这句话的潜台词 他无可奈何 却只能放手 后来凯特才知道 威廉王子遇到了自己心仪的女神 伊莎贝拉 凯瑟尔佩 王子疯狂爱上了他 不过这位有个性的美女 对王子并不敢冒 友好拒绝了他 心灰失忆的威廉 这一时又掉头去找凯特 而凯特大度地接受了他 懒人复合三年后 在所有人都认为 两人即将拉埋天窗时 王子又退缩了 受到父母失败婚姻影响的威廉 向凯特表示 不能确定未来是否还在一起 同时期 威廉被媒体爆出 在夜店与女生暧昧的画面 懒人再次分手 让威廉和所有英国民众 料想不到的是 凯特分手后 不仅没有颓废 还被拍到神采意义去打网球的 出街账 这下 威廉慌了 在一起多年 他还是放不下凯特 此后 在大安娜逝世 十周年纪念仪式上 凯特给予威廉王子 最大的体贴与安慰 重新点燃了王子的爱火 2010年 威廉提出与凯特正式试婚三个月的要求 最后认定凯特 于同年肯尼亚旅行过程中 向凯特求婚 俩人求2001年初次见面 2003年同居 2010年试婚 却直到2011年才举行婚礼 这十年 凯特一直是被动等待选择的人 为此还得了一个 VTK的绰号 然而他招之急来 回之急去 爱得十分执着 也很心酸 却从未想过放弃 凯特父母 在女儿这桩美满的婚事上 也出了不少力 凯特的母亲 在地窖珍藏威廉喜欢的红酒 模仿空中小姐 哄王子开心 全家人陪伴王子去旅行 通过各种小细节 处心积虑地讨好王子 在王子无法限定决心时 又是凯特的母亲上阵 约坦随婚 性格随和的凯特父母 更适合王子亲密无间 被其亲密地称为爸爸 凯特家的和谐欢乐的氛围 给在人生家庭中 饱受创伤的威廉 带来不少安全感和幸福感 让他不再畏惧步入婚姻 这也真接促成了这一段 现实版的 王子与灰姑娘的童话 人生没有多少个十年 尤其还是最美妙的青春年华 凯特甘愿以青春下注 等待花心又恐婚的王子成熟 此间 他忍受诸多无奈和委屈 甚至放弃个人尊严 最终他站在了王子身旁 戴上了尊贵的王冠 他靠自己的隐忍和强大的成就了 在王室的崛起之路 这一路笑脸如花 冷暖自知 接下来是哈利被波毒军衔 前保镖表示 哈利会后悔一辈子 2021年6月21日 近报报导称 戴安娜王妃的前保镖 肯沃夫认为 苏赛克斯公爵 为了过上正常的生活 和妻子梅哥马克尔 一起搬到加州 而对于退出王室 搬到美国一世 他会后悔一辈子 肯莫夫称 哈利王子在与妻子梅哥马克尔 移居美国后 就被迫离开了英国王室 而这位前皇家保护官员 从1987年到1994年 一直在为哈利已故的母亲工作 在已故的王妃婚姻破裂期间 与之关系亲密 肯表示 哈利和梅根正在进行着 一系列项目和采访 可能会突然结束 这对夫妇将会无处可去 此外他还告诉新想法杂志 当好莱坞的服饰枯竭 被困在阿月之城的人 会发生了什么 肯还推测 当哈利王子 带着妻子和年幼的儿子 搬到美国时 他并不想放弃皇室生活 但是女王拒绝 给他们一个混血儿的安排 哈利这才被迫采取行动 肯表示 哈利的选择很有限 因为害怕失去新娘 在我看来 他最终还是决定铤而走险 但我觉得他肯定会后悔的 另外 肯还有一些尖刻的补充道 王室会欢迎他们的王子回来吗 当然 要看有没有妻子 而这位秦皇家保护官员的言论 还表示 当哈利被告知 父前查尔西王子成为国王后 他会被踢出王室 而他的儿子阿琪 也不会被授予王室头衔时 他只同意接受 美国电视主持人 奥普拉·温弗瑞的采访 而且据推测 哈利和梅根6月4日出生的女儿 莉莉·贝特 也不会被授予王室头衔 据说 哈利王子被剥夺军职的事实 也促使他这个爆炸性的采访中 对自己的家人提出指控 一位消息人士告诉太阳报 哈利和梅根在奥普拉面前非常生气 因为梅根退出王室的最终协议刚刚签署 其中就有一项表明 哈利不再拥有军人职位 在于哈利曾服过兵役 他在军队的角色对他来说非常重要 而这件事情也让本就愤怒的哈利雪上加霜 这件事情也让他来说非常重要